韓國瑜動算 手拿旗幟高喊動算 2000多名台商 21號晚間齊聚昆山 隔空力挺韓國瑜 韓國瑜動算 高雄韓國瑜加油 上千名台商站出來挺韓 實在是因為民進黨執政三年多 台灣經濟停滯不前 讓大家都好悶 月底翻滲透法還很有可能強行闖關 大陸全國台氣聯會長李正宏怒批 這根本是在恫嚇台商 所有在中國大陸 不管是你經商來 官方來交流 你們都是滲透來源 我是第一個最大的滲透來源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等於是簽給他一個空白的鞠票 他明天想到什麼情況 我們在這邊所受到的任何獎勵 任何的補助 任何只要我們跟這邊的機關團體 有接觸的話 你通通都是反滲透源 而百萬台商想返鄉投票 加班機時間卻遲遲未定 不少人到現在機票都還沒有著落 台灣民航局釋出的三班加班機 機位真的夠嗎 機票炒好了嗎 還沒有 還在等 超級難買的 看機票 返鄉的 對 對 是 買沒好了嗎 還沒 還沒 真的要排隊準備要看 絕對不夠 我們希望就是說 你到每個地方都必須要有 這種加班機 台商直言僅在上海深圳 加三個航班 感覺誠意不足 現在民進黨還把附路打拼 學習的台商台生們 影射成遭滲透對象 也讓他們對執政黨好失望 誓言1月11一定要反台投票 翻轉台灣 記者程序 張惠霖 昆山報導